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大英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比德前书》第五章 我们今天会看一到第七节 明天就会看八到十四节 完成了《比德前书》的灵修系列 先看我读出今天的经文 所以我者跟你们同作奖劳的 既是基督受负的见证人 又是在那将来 所有显现的荣耀里有份的人 劝勉你们中间的奖劳 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的心意照料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不是贪徒私利 而是因勤服事 不是核制所托付你们的 而是要作羊群的榜样 这样大目者显现的时候 你们就必得到 那不能扭坏 荣耀冠冠冕 同样年轻人啊 你们要服从年长的 就是你们各人 彼此相待都要穿上谦卑 因为神对抗骄傲的人 却似恩及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 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 他必使你们高升 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赦给神 因为他关心你们 来到彼此前书的最后一章 彼此的劝勉集中在教会里面的成员 包括有长老 有年轻人 还有所有人 当万物的结局接近了 熟灵的真战 会越来越打得激烈 而在这个时候 魔鬼都会用尽他的方法 来分化教会 来劳略我吞吃的人 他用的手法不外乎是三个 第一 就是他用一些小事 一些琐碎的事 甚至乎一些看上来好像是好事的 来到去分化我们 让我们将精力 是摆在一些 和大使命不太相关的事上 第二 他就会直接去打击 信徒的新心灵 令到我们失去了作战的能力 第三 他会用世上各样的私欲 来到去麻醉信徒 令我们依恋安舒 无心恋战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这三种手法 都已经用了很多年 但都是这么有效 我们一起去看第一节 比特 他用三重的身份 来到和教会的掌路去认同 首先 他说和他们是一起作掌路 他们是不孤单的 比特都不孤单 第二 他说他们都是一起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 因为在他们身上都分享了基督所受的苦 第三 这里是带给所有忠心 一起为基督受苦的掌路 一个很好的盼望 就是大家都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 是有份的 我都很渴望那天 掌路是什么呢 就是指到当日在教会里面 是有经验的 有知识 是有历练的一些信徒的领袖 他们是被委派来到去管理教会 主要的职责就是传道 讲道和教导 类似今天的牧者 其实给得劝勉 也都绝对適用在 不单止今天的牧者 还有所有参与在牧养和教导上的 弟兄姐妹 在第二到第四节那里 其实只有一个动词 就是要牧养 在这个末世要牧养 牧者是要看顾 在他自己周围的羊 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 而且我们是要落手落脚 来到去照顾和去喂养他们 并且他要我们注意 虽然那些羊是在我们中间 但是那些羊不是属于我们的 那些是神的群羊 我们绝对不可以将神的羊 来到去私有化 这样怎样才叫做牧养呢 在第二节下到第四节 这样讲 他说就是按着神的意思 来到去照顾他们 其实原文就是按照神 神是怎样 耶稣是怎样 我们就是怎样去照顾他们 牧者实在需要 是细心去察看神的话 按着神的心意 来到去生活 自己是要实践神的话 这样我们才是叫做按照神的话 来到去牧养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教什么 我们要让那些羊 去跟从神的心意 不是跟从我们的心意而活 可以说做一个牧者 就是有于内 仍于爱 彼得在这里 都用了三对的平衡句子 来到去讲出一个眼道 厚道 手道 心有道 心有道的一个牧人 究竟是怎样的 今天 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 讲道就只有一个讲字 我们搞错了 我们看一下 理得怎样说 他说不是出于勉强 而是出于甘心 是甘心乐意 是要有很大的爱在里面 我们才可以甘心乐意 是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爱 很多的忍耐 来到去帮助顶姐妹成长 第二 就不是出于贪徒私利 而是出于热成 和恩勤 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目 是摆在那些的回报那里 这样 我们的回报就是这么多了 但是如果 我们是因为爱神 而有热成和恩勤的话 那我们所得的回报 是从神而来 第三 我们不是要 核制 或者要操控那些的羊 我们只是 谦卑地 实践神的话 活出 基督的样式 作羊群的榜羊 整体来看 作为牧者 如何牧羊 是两个 第一是爱 第二是生命 当主耶稣基督 再回来的时候 这样牧羊的牧者 就可以得到 永远 都是荣耀的 是永恒的 永不衰残的 冠冕 我都愿意 有一天 我们大家 走到基督的台前 都可以领受 神给我们这个冠冕 我做了牧者 八年有多了 我常常都问神 如果我是很忠心 去学习你的话 又照着你的话去行 然后我又很忠心 去教导神的儿女 这样是否就是牧羊呢 弟兄姐妹 神很多次都安慰我 当我好用功去阅读祂的话 又好用心去实践祂的话 又好恩勤去教导祂的话 又爱祂的儿女 这个就是牧羊 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参与 在这些牧羊上面 你就是用这样的态度 去帮助你的儿女 帮助弟兄姐妹 帮助学生 组长 你所有接触到的人 你都愿意是这样的时候 那有一天 我们都能够得到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冥 来到第五到第六节 那里讲到 他说同样年轻人 同样是同谁的样子呢 就是当年轻人 看到牧羊的榜样 如何去顺服基督 他们都会因为这样 去顺服这些的长老 所以我们自己 真是作为教牧的 又或者我们是做主学老师 是青少年的导师都好 当我们都愿意 有一个这样的 顺服的态度的时候 其他人看到 就是同样都会顺服我们 年轻人其实在这里 未必一定是指到 真的十几岁的年轻人 其实是指到 在信仰上面 是教维 可能是一初信的一些人 然后彼得再下去说的 就不是说一班的初信 又或者真是年龄上年轻的 他说到在教会里面 其实所有的人 由年轻的到年长的 所有的人都要穿上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的牌子 其实就是基督牌 就是这件衣服的特质 就是牵臂 以牵臂为装束 令我们想起 耶稣基督 他在被卖那一夜 他束上毛巾 他脱下他的袍 束上毛巾 是代表着 那件衣装 就是仆人着的衣装 所以我相信 彼得他写这一道的时候 是束上 谦卑 他都想起 基督耶稣在过一晚 替他们所作的 彼得在这里说 要谦卑的两个原因 第一 原来 这个是神的taste来的 神他是喜悦什么 他是喜悦谦卑的人 而神是敌当什么 敌当骄傲的人 那弟兄姊妹 你会怎么选 第二就是 我们今天谦卑 是为了神可以高升我们 正如过去那两天 都和大家去看的 就是一个图表 基督怎样先降悲 后德荣耀 信徒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不降悲的话 神想高升我们 祂都不可以高升我们 因为我们不配得 第七节 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射给神 在这里不是另外一个动词 其实是一个分词 是用来去展述 谦卑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就是我们不需要 去顾虑很多自己的忧虑 例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需要顾虑自己的意见 能力或者自己的恩赐 有没有被人看中 我们也不需要顾虑我们何时可以坐到高位 做到领袖 这些的忧虑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 我们也要将这些交给神 就算是在我们的事物上我们遇到一个困难 又或者我们因为遇到神的旨意而遇到的苦难 这些我们也不需要担心 因为当我们谦卑的时候 我们信得过神是大过一切 不是我们可以用能力来控制这些 而是我们的神是可以保守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祂的眼中是祂所顾虑的 由我们一起来再一次去默想这段经文 弟兄姊妹 你可不可恶 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面的显现呢 主耶稣他现在其实都会将不同的人交托给我们 去照顾和去关怀 你看他们是看为是重担吗 还是爱的托福呢 其实主他愿意将他所救回来的人 放在我们的面前 是一种爱的托福 我们愿不愿意以热成的爱 来到去爱他们呢 你会不会去看 能够去照顾一些的人 就是一些操控他们的机会 或你好像主耶稣那样 是很谦卑 很柔和的 来到去牧养他 去带领他们呢 主耶稣全部都看到 他都看到我们的心 谦卑和信服的关键 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放心安心地 把人和事和那些事情的结局 都放在神的手里 而我们也都认定 神的关注 原来是他自己的预留 我们是神所关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